Indeed it would intervene You stop 說別動 說別動 就是廢物 沒事嗎 宋笑語就是個賤貨 就是個廢物 這就是下場 來 還有你們 看你們那樣 就是個廢物 來還有你們 來 錢啦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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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公 老公 你在说什么 老公 别害 老公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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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他吧 我要报警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这什么东西啊 买戒指的路上 遇到一个西餐店 多顺了几包番茄酱 你又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吗 你老婆你别生气啊 谁见过这种 别人以为的红婚呢 对不对 滚蛋 不是 你扔戒指干吗呀你 许总 我都给你录下来了 请你回头你发给我吧 好嘞 谢谢你啊 好嘞 谁呀 这种无聊总打电话 喂 谁 小云 王律师 怎么样了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李壮那边的人先动了手 我们也有证明了 他还什么事能放下来 虽然沈桓哥是正当防卫 但是李壮现在还躺在医院 里面疑似青伤害 所以他免不了牢狱之灾 青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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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几年啊 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他有可能 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当然 我会尽全力 给他减轻量刑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 是法不容情 相信我 我会尽全力 去给他进行辩护的 他刚才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 让我给杜潇雨这句话 让你不要自责 这一切都由他自愿 那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 你说我们家欢歌 以后可怎么办呢 欢歌 妈 别难过了 一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怎么能过去啊 我想想孩子在监狱里 吃不好睡不好 你说在让人欺负 我都不敢想 别这么想 欢歌这个人人好 不会受欺负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个欢歌啊 从小你们是看着长大的 对吧 他和谁啊都是客客气气 从来没哄过脸 可别说搭架了 这次真不是为了笑语 给笑语出这个恶气 你说他弄成这样 我非常喜欢欢歌这孩子 欢歌 能在笑语这关键时刻 出手 欢歌是条汉子 那笑语是怎么想的 是啊 笑语是怎么想的 好 这个我家笑语啊 是个中情中义的孩子 你们放心 这份情啊 她肯定会记下来 记下有啥用啊 欢歌这辈子就毁了 欢歌妈 你听我跟你说啊 欢歌呀 他这是路见不平 维护正义 全村人不都知道吗 就是将来出了之后啊 大家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放心 放上心的 能没有影响吗 我家欢歌还没结婚呢 你说以后 谁嫁闺女 愿嫁给一个坐牢的人呢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啊 我跟你说啊 笑语 是个命是离的孩子 我们家欢歌 是因为笑语尽了监狱 她心里一定有数的 是吧 是 欢歌和笑语 从小一起长大的 俩孩子有感情 知根知底 再等笑语回到乡上创业 我儿子就啥也不干了 就帮着笑语 这可不用说了 你都说这敢什么有意思吗 咱欢歌做了什么付出剁收 劝队的老少爷们都看在眼里 是吧 什么事 老赌 你以后说不定人 是是是是 是他孩子之间的事吗 我听说 你们跟许晗的父母都见面了 吃过饭喝过酒了 就是 就是 欢歌出事那天 谈的这个事 你说欢歌咋这命的 把自己一辈子都打上了 结果 啥都没换回来 这事他要知道 肯定都不想活了 行了 你别哭了好 别哭他不哭了不哭了 我跟你说啊 你放心老肚子的人 都是姜庆面的 是吧 他们一定心里有数的 母亲呀一个当娘的 你可多悲伤啊 许晗师 是 笑语啊 不是你出来干啥呀 赶紧回去睡觉去 我都听见了 我知道 我叔叔阿姨都是说给我听的 欢歌 他是因为我才做的老 你们放心 我会给你们还有欢歌一个交代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小语这个命是离的孩子吧 有笑语这句话 我们心里已经有底了 回去吧 好 好 我们走了啊 我们走了 好好好 慎龙 去睡觉 走 我没事 我挺好的 放心吧 兄弟 对不住了 没有 我说什么对不住 你好 我 我要是接了那个电话 就没这事了 没接我电话 你当时为什么没接我电话呢 我 不重要 没接我电话挺好的 那接了我电话了 估计我们就一起进来了 你是没听见那帮人哪 跟笑语说了什么话 你说她听见了 我估计啊 你也会忍不住 没事 都解决了 挺好的 笑语呢 我自己来了 我没跟她说 好 笑语呢 是解决好了吗 解决好了 解决好了 八九 龚哥 一年 不长 里边好好改造 我经常来看 我 负责照顾好自己 你 照顾好笑语 姐 哪个小丫头骗子说 让我给她当管家来着 这话还算不算书啊 哭什么呀 谢谢你帮我 姐 你都叫我姐了 我还能不管你啊 我啊 帮你把这民宿开起来 你就安安心心等她出狱 不就一年吗 很快就过去了 我就是特别心疼 选环可 你得坚强一点 你得完成她的梦想 是不是 我希望她出了狱 就能看到属于她的民宿 可是你光在这儿哭 这民宿自己能长歌啊 是吧 当活儿吧 许晗刚走 她刚走 这么这么傻 我一直不都听傻 这不是妥协 你装呢 那帮人确实做得有点过分 说了那些脏子话 我 你不能做事不管 是我害了你 没有 是我自愿的 跟你没关系 我 千万没有我学的学 如果不是为了我 你也不会这样 都怪我自己没本事 那脑子一热 做了错的事情 我这脑子 一直也不聪明 但是 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 能为你做点事情 挺好的 解决一个问题 换一年最后 我不知道 为了你 我知道 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我好好给了 放心吧 然后 照顾好些 还是吃饭 注意身体啊 别哭 来 我 喜欢你 保重 你去看欢歌了 嗯 我也去了 小语啊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咱俩结婚的事 不想结了 结 必须结 但是 没有 但是 我都错过一次机会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但是 我 我必须坦白啊 在没见到你之前 我确实有点犹豫 可是我见到你之后 我坚定了 这辈子我非你不娶 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把这个跟欢歌说了吗 没有 我也没趣 本来我想跟他说我们两个人一事 但是话到嘴边 就说得出来了 明天咱俩去认证吧 谁说要嫁给你 不是 你之前戒指都戴着 不是 你之前答应了 之前我向你求婚 你拒绝我了 凭什么现在你向我求婚 我就要答应你呢 我还没报仇呢 不是 那你再求一回 你看他不答应 咱俩你别演戏了 我怎么就演戏了呀 你明明跟我一样 心里纠结得要死 欢歌他是因为我才干的傻事 如果我们现在结婚 对他是不是太残忍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我们呢 怎么办 我觉得 我们两个不如婚姻 应该要得到欢歌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 如果他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心里会特别不安逸 所以 我们缓冲一年 等欢歌出来再结婚好不好 缓冲一年 你再多追我一年嘛 凭什么呀 我还没有好好的 享受过被追求的过程 我凭你就这么轻易地这样 小雨啊 嗯 你真的是太善罪了 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福气呢 我娶到这么好的人当我 别得意得太早啊 这一年里面 如果你对我不够好的话 这个情况还是很有可能发生转变 你就看我表现吧 还有事啊 我想跟你商量一点 你说 好 光哥这边我们可以为他暂时不结婚 但是能不能提前地 提前地 什么 感受一下已婚的待遇 你说什么呢 讨厌 不是 很正常的事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我刚才说的事 我刚才说的事 任何人而停滞不前 时钟摆动 正如我们行走的脚步 一刻都没有停歇 我扩大了经验 通过民宿沙龙的帮助 找来了北京的基金 来为我投资 为了打动投资人 我专门聘请了杜奶奶 来做情怀顾问 每天只做十份杜奶奶 拿手的博山会菜 吃过的人都说 能在里边吃出香愁的味道 听见那一丝希望 有梦想你就去努力 追寻爱的光 有幻想你就会拥有 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 也能看到那道光 没有翅膀张开 上眼到飞也许会飞得更更 拥有不服输的力量 我往上头顶那夜空 想象就像天马星空 我不怕坠落星河中 西野工坊和全国各大美院 建立了合作关系 成了他们的实习基地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并喜欢上了博山琉璃 通过这一年的努力 西野工坊的琉璃 在市场上 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更多的人 认识了博山琉璃 但这只是我梦想的第一步 以后的路还很长 也许更有喜趣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 我得初心 最甜甜的信仰 这种双眼你能看到那刀冠 没有翅膀刚开上 夜了飞也许会飞得更燃 欢歌的民宿也开业了 小时当了老板 但他总是说 真正的老板是欢歌 他和廖春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大几个凯 Dent 但他们肯定了 说得太实惠了 大凯陀 我们阶阶口 我们就要煮了 我们的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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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了 我们的肯定了 廖老師組織的民宿沙龍 得到了鎮政府的認可 在鎮長的提議下 民宿沙龍正式更名為 民宿協會 一切都不如正規 廖老師的夢想也實現了 我和笑愚的感情很穩定 而且彼此更加珍惜 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 恢復 時間會淡化一些事 但我和許涵的感情卻變得更濃 我們更加默契 老婆 我想你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八千七百六十小时 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三千一百五十三万六千秒 村子变得更加美丽干净整洁 村民的腰包鼓了 脸上的笑容多了 烦恼越来越少 生活越发幸福 我真的很有成就感 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我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我们一起奔着美好生活前行 我知道我们系列工坊的规模小 但是呢 不好意思 杜女士 我们这次的北京国际艺术品展 邀请和参展的单位 都是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艺术团体 贵公司无论从名气和实力上 都无法和这次展会匹配 我们无法提供展位 希望你能理解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把我们系列工坊的产品的照片 发给你看 你看了之后再决定 实在不好意思 真的无法提供展位 希望你能理解 好 麻烦你了 给谁打电话呢 先坐 跟程曼芳沟沟通了好几次 还是先谢工坊名气小 不够格 做提供选位 我刚从孙副镇长的办公室出来 算了 我心心念念的北京国际艺术品展啊 再努力努力 争取明年有资格参展吧 要等一年吗 那怎么办呢 人家今年都已经把画放这儿了 这可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不是有不言败吗 那也得在事实面前低头我 好吧 既然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要告诉我什么 你猜啊 你别掉我胃口了 有什么赶紧跟我说的 你好好准备准备 收拾收拾 去北京参展吧 真的假的 不是说不提供展位吗 我把你的情况 汇报给了孙副镇长 孙副镇长呢 又把你的这个情况呢 汇报给了省市领导 省市领导非常地重视 为了我们博山流离机会 金字招牌 他们上下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给我们博山流离一个 展览的地方 我们呢 就给你申请了一个展位 那你刚才别说不告诉我 这不是刚才都说完了吗 那太好了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许晗 那我收拾收拾 就不留你吃饭了 天哪 重色轻柳的家伙 我走了 我还不想跟你吃饭吗 开会儿去 走了 等我的好消息 好嘞 加油 来 来 过几天 欢歌可就出来了 我这一次去看他 他总提醒你呢 有可能 不能去接他 没事 我就代表你了 就行了 我是一家之主嘛 明天就这么过去 把时间真的过来 是啊 你就流浪了一下 你 知道我想说什么 你怎么着急呢 不就结婚吗 你先回来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那欢歌出来 他俩就把婚纸给帮了 我说的是 你想好怎么跟欢歌说的 算了 还是等我回来吧 等我回来之后 我们俩一块回来 别别别 你帮我一块 你帮我一块 谢谢 我跟我一块 我跟你说 放心 安峠会理解 会祝福我们 是啊 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懂事的 这孩子就不懂事了 我走了 喂喂 我跟你说 你到了北京 别再穿短裤 还有裙子了 这么不放心我呢 我是不放心他们 我老婆长这么漂亮 谁见着我东西呢 来 我 这带 这 我们还没结合 你一次游选怎么去 带着妈了我就放心了 珊瑚岭 江水未尽 东围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来干雨均均 记住了 你能不能换一首 换 换一首 问世间情非何物 执教人生子相许 你就这么给我戴上了 我答应了吗 想不想尝诺 分这家吗 你还想尝诺 你敢这样我怎么样 不给你闹 赶紧你这样子 可爱是 来吧 你 不给你闹 Ambди 你怎么办 也不想尝诺 再不再再 回去吧 你的 我算是 你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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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就先 就先这些 鸳鸯多地啊 可以 谢谢 饿坏了吧 没有 很快就上了 来 你想好了没 吃完饭再说吧 别啊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 你赶紧告诉我吧 老公 你那个停线留职 要不你就别办了 不是 你是想明白了 想跟我现在就 回城里是吧 那就更好 我妈肯定高兴死了 我跟领导要申请 想 延长任期 延长什么任期啊 就是这两年的工作 结束之后 我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工作 你还要工作多久了 最多再两年 不是 赵飞你疯了吧 你还没干够 我好不容易陪你熬完 这两年 你再看两年 咱这日子还能过吗 你先别着急也别生气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解释 也说不清楚 可它是我的工作呀 它也是我的责任 我既然要做 我就希望把它做好 我不希望半途而废 这个村子需要我 村民需要我 我真的不能走 好 他们需要你 我的 行 就算你不能替咱妈想 你不替我想 孩子呢 孩子生下来 你这干两年再干两年 你万一 你又想再干两年怎么办 那让孩子就在农村长大是吗 你是这意思吗 这就是我新阶段的决定 对不起 你要这么说的话 咱俩真没什么好聊的 咱俩真没什么好聊的 周飞 你太自私了 靠海 þak 你没什么咱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把资料给我一份吧 我回去研究一下 好 没问题 你先看点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你到北京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给我来个电话 别提了 我都快忙死了 那你得注意身体啊 知道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啊 查个 老实交代 有没有人勾引你 我这么忙 哪还有时间看帅哥啊 看来不是不想被勾引 而是没有时间被勾引 手平了你 你 是不是不知道 怎么跟幻哥开口啊 不是 明天幻哥不就出狱了吧 对 你记得没错 对啊 所以 我猜得没错是什么 我就是想你了 再说了 凭我这口才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对不对 那个 那个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还得再过几天吧 反正明天肯定是回不去了 没事 我跟幻哥说 好好帮我跟幻哥道个亲 好 放心 我一定解释清楚 你呀 得按时吃饭 要不然你的胃受不了 知道了 滚了 好 好 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你好 能帮我介绍一下 你们西叶工坊的 琉璃产品吗 没问题 抱歉啊 刚才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那咱们开始吧 我们西叶工坊的琉璃呢 全是博山的炉匠 纯手工制作的 像您刚才看到的这一款呢 二十九 工艺难 是我们这次的主打产品 好 姐 您可算来了 你快看 我穿哪个好看 这么着急叫我来 给你挑衣服呀 我都快纠结死了 你说我是穿这个职业女性风 还是可爱上女风 我要是穿这个职业女性风 宽哥有可能会不习惯 那我穿这个可爱上女风 我有点太幼稚了 怎么办嘛 我觉得我们家小时 穿什么都好看 姐 你快看我这个黑眼圈 太重了 好几天没睡好觉啊 怎么办 我刚看到我肯定要失望了 是啊 你说这个沈黄哥 人也不帅 也没钱 我也没觉得她才华横利 怎么就你这样的小天使 对她这么好 我就是喜欢她们 你说我到底穿哪一个吗 我觉得你穿哪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这份心意 这民宿 才是给她最大的惊喜 是啊 这就是我给她特地准备的惊喜 这才是她最想要的 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 睡个好觉 明天飘飘飘飘飘就见她 姐 你说得太对了 我现在我就睡觉了 睡觉 来 我快 我帮你收拾衣服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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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帮我买豆腐了 欢歌出狱她没有豆腐 她肯定会不吉利的 怎么办啊 商店这个点都关门了 你别着急 这事我给你安排 没想早上我让孙琪去买去 然后你醒 豆腐肯定放在门口了 好不好 真的 嗯 谢谢姐姐 你太好了 行行行行 你乖乖睡觉了 你要再不睡觉 明天能听你大熊猫 可就不好看了啊 行 快睡点就睡 别想那么多了啊 晚安 晚安 睡觉啊 安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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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欢哥 我明天终于可以看到你了 你一定很想我吧 我们一起睡觉吧 坐坐 晚安 你 你得祝福我 同时呢 你也得理解我 我 我 我和孝颖在一起了 我们俩要我们结婚了 不行 婆婆妈妈 都能这么说 跟欢歌你呢 冯队 我不管你高不高兴 我跟孝颖在一起了 我们俩要结婚了 就这么简单 这太直接了 不理 走点心心行动 方哥 我给你讲的一个好事 你肯定替我报警 怎么查呢 就是 我要结婚了 你猜猜新娘子 谁啊 老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那您这大半夜的您这是 我挺好的 找我有事啊 我 我没事 我就是大半夜 听见有人在这儿嘟嘞当当的 我以为信贼了呢 那贼不是得喵麦瞧的吗 行的 你去忙吧 那你早点睡 谢谢你 好 我来听靠你吗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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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锏 有点 对 吧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